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刺激一点 好的 不错 停 来 几年的时间相当不错了 像你们年龄比较小刚开始打羽毛球 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打球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是基础好 你将来的时间很长 路很长 你就会得到很多的益处 你首先你动作正确的话 你不会受伤 并且呢 你还能够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将来你发展的空间 就提高的空间潜力会比较大 那么刚才我看你们打都很不错的 你们知不知道是用哪的力量在打球呢 小臂手腕 小臂手腕 不错 整个用手腕 那是没有错的 对 如果你还能够加上发力的瞬间 能够手指 你看拇指 狮指 拽紧球拍 这样一种发力顺序 你的基础的球的话会更精确 控制的会更好 落点更好 并且呢 变化很突然 比方说 你如果仅仅是手腕在击球 你就不能变化很多动作 你看我斜线 我直线 我的拍子一直是在转 然后我高的 高的 我往下扣的不同的角度 你都要通过这个手指很细微的来完成 再一个例子 你打往前小球 你看他那手指是脸动球拍 收腕这样发力的 那么 你看 能够加上这个手指旋转拍面的话 你要搓球 你看我收腕搓球 我要推球 我的手指一翻 你看见没有 球就出去了 优秀选手 他漂亮的那一下击球 他是细化到手指上的 仅仅是手腕 还不够 那么以后的 你打羽毛球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些拌在里面 我所说的内旋 外旋 发力 我用的这个词 你们清楚吗 我来给你再解释一下 你看 你要记住 当你正手球打的时候 永远是你要有个先外旋的动作 正拍面打球 手背外旋 你发力的时候 跟击球的方向一致是内旋发力 你看我的手 这样内旋发力击球 那么反拍面的时候 反手球的时候就相反过来了 一定是先内旋引拍 外旋发力击球 如果你没有这个旋转的 就是内旋 外旋 你吱吱的这样子 甩背的话 你发不出这个很强的爆发力来 下面呢 我们做一些简单的练习 来帮助你体会一下这个手指 你们肯定都会这样子剪羽毛球 是不是 那么你剪球的时候啊 有没有感觉到一个细节 你看我用手腕在剪球很大的一个动作 我也可以把球剪起来 如果是我用手指 你看你把这个手空出来 就用这个食指拇指脸动拍子 这一下 你看我特别小的幅度 任何角度我都可以把这个球解出来 我现在就要让你们体会这个动作 你得把这个手心空出来 来 来试试 好 哎 好 不习惯了吧 有点 哎 这样子啊 正手这边你能做 现在呢你把它反拍面变焊过来 就不容易了 你现在试一下 就用手指 把这个拍子这样转 把这个球捡起来 来试试 把这个手指空出来啊 不好捡吧 你可以多做这样练习 帮助你根据不同的来球 不同的角度 需要变换这个手指 下面一个练习呢 咱们可以你看 做一下这个练习 你把这个球 这样子抛起来 然后呢把它接下来 也是完全使用你的手指 控制这个拍子 把球拉回来 看着球 不管哪个方向 你看 幅度要大一点 再把那个球 反拍面拉回来 自己抛起来 反拍面就不太容易了 在场上打球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拍子 看住你手背的延伸 如果你能做到这个球拍 在你的手上 就像你的手指 那么灵活 看着你的手背的 延伸的一部分 如果能达到这样 你就会把羽毛球打得很好 那么现在呢 你们也来体会一下 你把这个戳球 看看是不是这个 你看 你看 就这个剪球的这个动作 你来试一下 再放松一点 你看 你跟刚才有点不一样了 你这个地方没空出来 就靠着手指来 你刚刚剪球的时候 不是弄得很好的 整个空出来 现在也这样空着打 再放松一点 再放松 哎 不错 你是不是感觉到轻巧多了 是有这个体会吗 有 那么我还教你 你看你刚才 你不是这样一戳球吗 那你要突然间 你看见你的对手 跑到前面 你如果不想戳球了 你只要把这个手指 你看这个手指一翻 球就到后面去了 你看 然后我要抽球 我翻过去 你看见我全部都是在 手腕手指一扇的部位 整个方理 还得放松一点啊 好 好 停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勾球 怎么就是 就是按那个手腕手指 总配合点勾 我刚刚讲的一个戳 你看不是 然后我讲的一个推一翻 对吧 你现在问的一个勾 你看我的这个指头 往这边一勾 球就过来了 你看 一勾 一翻后面 然后戳球 全部是这个十字 往这边一勾 然后推球 翻松一点 翻 右手 食指就翻 你看用这个食指的力量 这样就翻过去 食指的力量 手腕食指 对 翻松一点 好 然后对脚 过对脚 翻松 翻松太大了 太大 小一点 哎 小一点 好 刚才呢 我们把发力的方法 手指的运用 给你们做了一些介绍 下面呢 咱们一块来试着 我用一个练习 你体会一下 这个拍子 能不能灵活的 在你的手掌里变换 一会呢 请王坤 把球 送在你的身体的 左扇 右扇 然后左侧 右侧 左下 右下 这六个点 然后你 你把这个球给回击过去 在回击的时候的话 你要注意 把手全部松开 手指能不能 灵活的变换 做这样一个练习 这个拍子在我手里 一直在变换 根据他来 他正手我马上换 反手 一直在动 脚要动着啊 在前面换的灵活一点 把手 手松开 哎 好 对 体会到手指啊 手指发力 放松啊 放松 哎 放松 amaan 王非宜 王非宜 陈又欣 嗯 好 Federer 这种呢 好停 来 我刚才看了一下 你们打球在场上很积极 美球逼真 很认真 这个很好 并且呢也看得出来有一定的基础 那么我觉得今天你们几个打球的时候 我感觉到两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呢就是 你们有习惯于等球 就是接中场球的时候 普遍在那等 往后退 那这样的话你就很被动 在场上打球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争取赢着三区鸡的话 你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打点的角度 速度更快更有力 第二个呢就是前场的时候啊 出手都很慢 有几个机会球 如果你能够赢着球 直接的出手 有这样的意识的话 你就能够争取去铺球 我们把这个场地分为后场 中场和前场 在后场球的时候 赢着球鸡的意思就是你要争取高点 在头前 头上方完成这个击球 中场位置呢 你得在身体前面 赢着上去 不要往后退 让在底下 那么前场球呢也是要争取高点 尽量高 然后呢动作要小 具体到场地上来呢 比方说以中场球为例的话 对方要刷球了 你不要怕 你一定不能往后退 你等在这 等在这 你要赢着上去 怎么样赢呢 你首先要注意两个 你要动作不要大 就是挥背的动作不要大 抢上去 往前赢着 把这个球断掉 你要记住 尽量争取在你的身体的前面 把这个球完成了 你可以有很多的变化 在身体的前面 要有这样的意识 快看看下慢了 这个 好的 发力 全力 好的 推得要快 好的 好 下面我给你们讲一下 这个铺球怎么样运用 跟刚才咱们讲的中场一样 首先你要有这样的意识 它球从往前过来 你要想着 你要争取最快的速度 最短的距离 去把这个球击到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判断到来球在往前的时候 你注意啊 斜着起跳 起跳的同时 这个手伸出去对着球 跟刚才我讲的中场 你伸出去对着接杀球 杀球一样的 这个是往前伸 伸向往前 伸向往前的同时 伸拍的同时 稍微这个有一点展望 准备就要控制在这 叫击球了 然后 击球的瞬间 你看内旋 内旋轻轻的拍一下 就像 就像生活当中 咱们拍餐饮一样的 这样拍一下 然后这个球就寄完 球刚刚一过晚 这么这么短的距离 如果按照 刚才的这个动作 那我就肯定会打着球晚 那怎么办呢 从右 向左 滑板 从右向左 挥动球拍 这里有一个细节 正常的你卧在这 那么这样的球一过来了 你散的同时 你把拍子顺势就调整了 马上成这样的拍形 拍子的距离缩短了 你挥背不就快了吗 对不对 那么你整个滑动的 你看这个手腕 要大一些 你才能够有力 在以后的打球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有这个意识 不论是后场球 或者是前场球 或者中场球 都要争取 在身体前面完成击球 是最佳的位置 设计刑